当然股市随着景气有上下的波动变化 而在盘面当中景气循环股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到底在哪个季度长什么样的族群 长什么样的产业 我们从次族群当中带大家做掌握 OK 这块来讲我们刚刚就切入 就提到这个所谓的金牛年最大的不同 就是这个产业面会慢慢往这种 所谓的循环类股下去做移动 那刚刚提到很多的这个落后族群 有机会延续这个去年底的这个补涨行情 那在这个所谓年后呢 持续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表现 那这块来讲呢 我们先从这个非电族群来讲 就是所谓的原物料族群 那这块来讲我们包含硕化钢铁 都是这个落后 而且这个所谓的 目前有持续补涨的一个机会的一个族群 那这块来讲跟大家提到 塑化的一个部分来讲 有一个特色油价持续转强 但并不是所有的这个油物 等于塑化族群积权升贴 大家会去看 还是很多的这个塑化族群 其实股价表现并不佳 那大家有点好奇 原因是如果你真的有看到这个塑化报价 其实就会知道 这股价其实是这个 贴着这个塑化报价来走 那其中PVC、PS这两个 简单来讲PVC就是所谓的塑胶管 就是大家讲的塑胶水管 就是PVC 主要用在这个建筑业 那这个景气面回升 建筑业回升的情况下 对PVC的需求就有大增 PS主要是这个发泡 就是所谓的保利龙 那这块来讲 主要是运用在这个所谓的包材上面 那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大家都流行转向网购 所以需求有比较明显的增加 所以这两块跟这个经济面回升 在今年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别 所以我们在个股的一个部分来讲 PVC包含台塑、华夏 这些都是比较直接相关的个股 至于PS来讲 包含去年这个所谓2020年获利非常亮眼的 包含国桥台达化 其实我们认为今年来讲 都还是有延续这样的一个机会 所以这些个股来讲都可以做参考 至于钢铁来讲 就是基本面的钢铁 那我认为说中小型个股表现 有机会比大型好 所以中小型的中红我觉得反而有机会比中钢强势 至于这个不锈钢的一个部分 包含这个大成钢跟女强 其中有一大成钢因为跨足这个美国市场 那有机会在这个所谓金流年的下半年 出现比较强劲的复数 所以算是比较中长线的题材 那认为大家在这里都还是可以持续做关注 那至于这个电子产业来讲 我们先切入跟大家讲面板产业 我认为说面板产业的一个部分来讲 是一个应该说金流年很长线的一个趋势 我认为在这里可以持续不断的关注 简单道理只有一个观点 就是三年之前的这个报价持续下跌 终于在这个2021年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反转 那简单道理就是之前都功过于求 那这些厂商不断的亏钱 大型的只能做到损平 小型的不断亏钱 玩到最后韩国厂不玩了 LG Samsung在今年是大量的退出这个产能 所以这一块来讲 他就觉得说你们持续亏钱是什么事 我要去玩我的这个OLED 所以面板的一个部分就交给你们了 所以供需会明显的好转 市场都在预期到下半年 有机会从前三年的这个供过于求 到上半年的供需平衡 到下半年的机会供不应求 所以股价来讲 还明显的低于股价净值比 2021面板还是大多头 大多头 而且是很长线 很长线 对 而且到下半年才会更加的强势 所以不是小猫了 绝对不是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股价净值比还低于一倍 一家这些公司呢 要多少算比较太高 我个人觉得理论上 它回到净值应该是蛮轻松的这个动作 所以我觉得说其实还有蛮大的空间 群创还有将近四成的空间 对所以大家其实长线 真的要看好这个整个族群 所以不会有太大疑虑 至于说其他到底哪一些有机会 跟着这种所谓低阶落后补障 我们可以看到记忆体的部分 也故事跟面板有点雷同 所以这块来讲也只是说 它之前空头的时间没有这么长 所以它的调整的时间 相对来讲比较短 那只有一年多左右的空头 到等于说在2021年终于出现比较明显的反转 那报价呢在第一季出现反转过后 也机会在这个农历年过后 那这个需求主要是因为5G跟这个所谓NB的需求 不断的拉伸 所以呢代表性个股 我建议还是以大型股为主 那就包含南亚科跟滑邦店 这两个都是主要市场认同 而且法文会持续买超 你挑净值比低的吗 这一块来讲其实两个 你可以看到股价净值比 其实没有太大落差 那本益比的部分来讲 南亚科会稍微比较低一点 所以法文会稍微比较偏好一些 滑邦店会比较贵吗 稍微一点点 主要是因为获利不佳 并不是真的 获利相对比较弱 那再来我们可以看到 包含在被动元件的一个部分来讲 也是这个所谓的 落后补涨的族群 很重要的一个代表 那这一块来讲 一样虽然说被动元件洋洋洒洒 列出来可以列出二三十档 可是跟大家提到 主要还是以这个MLCC 国具跟华星科为比较重要代表 对比来讲 虽然说看大家简单看到 本益比本性比国具比较贵 可是我认为后续还是以国具 为比较重要代表 因为法人认同 而且公司的题材面相对比较多 所以股价还是有机会维持 相对强势做领头羊的动作 那最后来讲 我们除了这些所谓循环之外 我们还是要回归这所谓的 原本的基优 知优生 基优族群 包含载版 包含这个PA生化家族群 2020年表现非常亮眼 但是2021年 我认为在5G之中 还是有一些亮点可以存在 所以包含星星景硕 就是IC载版代表 另外生化家 文茂洪杰克 后续来讲都还是有强势的机会 在提供大家做参考 好很多人说过去一年 其实这个投资难度很高 因为这个涨势黑马都集中在特定的区块 特定的族群或特定的个股 但事情要告诉大家 其实投资没有这么复杂 他刚刚有说 其实不投资才是最大的风险 那您认为在2021年 只要观察一个指标 鸿海集团就好 对没有错 其实我发现 大部分投资朋友 都尤其一些菜市场婆婆妈妈 大家都手中有鸿海居多 那如果说 很多是不是都套牢的 对大部分都套牢 套很多年 但是大家可能要去想一件事 鸿海它就像一台航空母舰 那你航空母舰 要它活蹦乱跳 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你应该是要去注重说 鸿海集团它 抱歉抱歉 没关系 我们看到这个鸿海的部分 确实其实洪家军在2020年 可以看到咸鱼大翻身 所以过去一年的一个特色发现 很多过去股价没什么动 甚至成绩非常多年的 开始有一些动静 所以鸿海集团 从鸿海我们继续看起 运线这么低的位置 那现在100块钱站稳之后 接下来怎么看 对我觉得长线来看 前一阵子外资有看它的目标价 最高有看到130 可是我个人认为 这都是太低估 鸿海过去 其实它在2005 20062007年的时候 它曾经EPS有到13块左右 那当时的股价最高却有来到300多块 那代表什么 代表说当时的本益比可以拉得很高 一定有它背后的原因 那这个我们留在后面讲 我们现在讲这个鸿海集团 它下面的一些子公司 你要去想一件事 如果今年它鸿海要切入Apple Car的话 它跟豫龙合作要发展电动车的话 它旗下公司必定会受惠 所以这有这个顺序的 首先是这个你电动车自驾车的话 你要安全的话 你一定要高速的运算 所以我们看前一阵子鸿海 它成立这个量子学院 其实就是要往这个半导体啊 在发展哦 所以它相关的像是做这个系统集封装的 像是迅芯哦 然后半导体设备的像是这个 金鼎 樊轩 阳城哦 那就都会相对的受惠哦 那再来看到它跟豫龙合作这个MIH MIH其实就是Mate in鸿海啦 那MIH里面这个车用相关的限速哦 甚至电动车的心脏电池 广宇都有切入哦 因为广宇有一间子公司叫熔炭 是做这个电池振付级材料的 对就可以注意 那这个里面像是这个 天玉跟鸿海 鸿海是做组装的部分嘛 那天玉就是这个相关的 大家要找下一档天玉在哪里 对我觉得这里面都有机会 里面的股票都有机会 那天玉就是做这个面板跟 电源管理的驱动IC 它相对也会受惠 那我们再来看到就是这个车壳机壳的部分 这个宏准就是之前 这个宏海的这个郭董 刘董 他们让宏准打这个第一棒 就是让宏准先切入这个车用铝合金的这个 这个筑模 这个模具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呢 我觉得宏准已胜很有机会 因为全球做铝合金的只有两家 一家是特斯拉 那另一家就是宏准 所以我认为宏准很有机会啊 这个在2021年的时候 营收呈现爆发性的成长 大家可以注意 那那一桩的电子就是这个 载板的真顶 那面板的融创跟这个LED的 面板的裙创跟LED的融创 大家都可以注意一下 那车子 每台车子你要安全防撞的话 你要有毫米坡雷达嘛 那这个这时候宏海旗下 唯一有在做毫米坡雷达的 就是3062建汉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当然宏海帮他做组装也会受惠 那最后就是 最后就是你这个 你这个自驾车 你一定要连这个网路嘛 那目前就是台通是 红海集团底下 唯一有在做这个网路的部分 他甚至还能 是算是国内啊 唯一有能力接国外标的一间公司 所以台通在未来网路建制的部分 5G的部分 他也能够受惠 因此我认为啊 如果投资朋友 你真的那么爱红海的话 不妨回头看看 他旗下相关的子公司 其实每一支都有可能是小金鸡 每一支都有可能有爆发力 好 所以从红海带出来的 母鸡带小鸡的效应当中啊 既然都是多方趋势股 代表说也不用短线的冲进冲出 甚至能够在新的一年当中 安心的稳稳报 那我们休息一下 还有哪一些长多的趋势股 马上回来